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生 而且我是有美国一所大学的PhD 就是博士的录取 但是由于这种原因 就是美国签证一直审查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所以对此来说 我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 因为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学生 而且是学这个计算机科学的 我非常的明白 我们要如何用伦理 就是在技术的 它可以起到作用和伦理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 就比如说HBO 他们出品了一个电视剧叫做硅谷 然后他们那个剧里面就很深刻探讨了 就是我们要如何利用技术 并且要平衡这个技术 它所能提到的善与恶 之间取到一个平衡 要探讨它其中所代表的那种 就是ethic 就是一种道德 就是我们要如何讨论科技道德 对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会被美国政府审查 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害怕我们 因为对于一个极权政府 如果他们获得了很大的科技的能力 你并不能知道一个极权政府 是否能够将它正常的利用 能够做到所谓的道德 所以我觉得作为美国政府 一个民主的政府的话 更应该从一个平衡之中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也是需要这个科技的 没有这个科技的话 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我觉得科技的东西 科技向善 它是应该向更多人群推广的 但是我们也确实要考虑到这个极权政府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